3 1 2 2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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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寮香在9月大地震時受到重創 正穗了房屋和土地 卻牽起了居民間彼此關懷的心 由當時的龍安村長 發起的龍眼鈴福利協會 成立公共食堂 邀請居民一同開火 共體時間 為了延續在後人們互助的精神 進行社會福利與學習轉型的工作 更於2000年成立老人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透過送產服務 照顧社區的長者 開始在地圖反而回家 就來了 9月9月的地圖 反而回家就在照顧 我們就來了 付出很多幫助 像這樣 因為我們的運動 腳掌比較好 現在不再吃老來 腳掌都敗了 這次都敗了 這裡都行不完 大家倒閉 這樣比較快倒閉了 不然老人家都自己自己 撲在家裡 龍眼靈日間照顧站 是老人維持健康的好地方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活動中心裡 都有志工老師指導 帶領子阿公阿嬤們 一起來住運動 不僅吸引老人家們走出戶外 更為社區增加了不少相信力 這個健康促進成立 在這個原由就是 9月1地震以後的第二年 我們那時候的村長 就是現在的總幹事 他發覺到在地的老人家 他的生活第一個 沒有所謂的重心 為什麼呢 因為在農村這個地方 眾生代都在外面工作 留在鄉村生下老人家 跟孫子小孩子 那平常孫子上課這個時間 老人家就沒有事做 就是只有坐在家裡 往外看等什麼 等孫子回來 等有些比較 還在這裡工作的 就是子女晚上回來 才有辦法聊天 那這樣子對老人家的 整個萬年的生活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 所有的這個村長 就現在總幹事 他認為這樣不行 他也在開辦一個 就叫做 早期叫做 日間照顧站 就是老人的日間照顧站 老人的日間照顧站 在社會處就是公布的裡面 他也有這個方案 但是那個方案 他只是 有些只是一個禮拜 兩個一天 兩天 讓老人家到活動中心 就是兩個血壓 然後發個便當就回去了 沒有什麼其他活動 但是我們這邊不一樣 我們是每個禮拜一 到禮拜五 每天早上八點 到下午兩點 每天都有安排活動 那每天的課程都不一樣 中午還讓他吃一餐 吃完午餐讓他回去 這樣子老人家在平常時間 不會 第一個 沒有事情做 第二個 老人家 他 身體來講 基本上 老毛病一定有 那 為什麼 有些老人家會很快樂 就是他 所謂講說要活就要動 除了 身體動以外 腦筋也動 然後每天安排的活動 包括就是 書法啦 唱歌啦 就是 舞蹈啦 編織這些 老人家的腦力 一直在運轉 這樣子 有好處是 第一個 延緩他老化 第二個 讓老人家 不會所謂的想東想西 對於龍眼林福利協會的付出與貢獻 議員廖宜賢也給予肯定 議員也感謝 志工們不辭辛勞的奉獻 才能夠讓長者們 能夠快樂的安享晚年生活 在這個地點後 創辦以來 可以說全世界 最重要的團隊 他們都來為了 我們這個老人 每一項送餐 在我們 總要像土地老人 或是說 比較中培比較老的人 如果要住 他們都會來 上這個餐點去給他們 這樣 當然 這是 一個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我們這裡 我們龍眼林這邊 有些這些 主公媽媽 都非常辛苦 都來這裡幫忙 小菜 小菜 都炒菜 中間 很多業務 都由他們來幫忙 來道做 一直每每在這裡 經驗在這裡 在這裡 包括大家知道 大家都來幫他們 鼓勵 大家都來幫他們 鼓勵他們 有那種素材 可以來幫忙 沒有工錢 做主公 還做得很熱 很疼 也是大家不需要 成功 為了我們這裡的老人 我們大家都來幫他們 謝謝主公媽媽 近來民間公司 組成的志工團隊 已連續第四年 到總寮鄉龍眼林福利協會 進行偏鄉地區關懷活動 和阿公阿嬤們一同用餐 聊天 彼此互動 讓老人們相當的開心 還協助推銷當地的農特產品 為老人送產服務 盡一份心力 新衣房屋的志工活動 是從2007年就開始做推動 那剛好就是龍眼林的 這個單位 其實是新衣房屋 長期合作的單位 然後尤其是他們 在前幾年有接受過贊助 那我們新衣房屋的內部 知道說其實社區 有很多的老人家 是需要幫忙 需要照顧的 因為他們平常 就有做送餐服務 所以我們想說 要幫他們變換菜色 我們會跟著 日間照顧的老人家 一起做包水餃 那包好的水餃的成品 就是做為他們可能之後 兩三天的一個 午餐的餐色 就變換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 就是剛好 都已經空下一整天 所以等包完水餃之後呢 我們還會去幫忙 去種一些洛神華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到社區 那同樣的就是 我們多背一公斤 因為我們今天有帶一些水果 然後要送給社區 那我們回程也會多背一公斤 就是把社區的農產品 我們會背回去台北 那也希望可以 就是盡自己一點點的微薄之力 幫忙到社區 多次至龍眼嶺社區 進行探訪的信義志工 忘不了社區長者的熱情 及陰陰期待 志工團隊代表表示 雖然忙碌 但是一聽到來到龍眼社區 卻二話不說就排出行程 對他們來說 來到這裡 當個像爺爺奶奶們 撒嬌的小寶貝 逗他們笑 比頻道業績還高興 很榮幸 能夠跟信義房屋的一些精英們 以精英會這個名義 集合大家在工作之餘 然後能夠來跟一些團體 來親近一下 來知道一下台灣各地 很多美的地方 然後也很多需要資源的地方 知道又是來到這個中寮 這個地方很高興 就馬上就集結了 很多的人力物力來到這邊 然後來瞭解這邊的需求 那我們也可以貢獻一邊信力 除了剛剛有講到的 會幫跟這些老人家 一起包水餃 幫他們做一些植栽 或者一些庭園的整理之外 那我們也可以把這邊的農產品 給帶回去 或者推廣這邊的一些資源的訊息 給更多的人知道 那現在就很留情部落格 我們也會把這邊的訊息 放到部落格上面推廣 那假如這邊有什麼樣的資源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共同來推廣 然後大家共同來處理 志工團隊以民間企業的方式 來到中寮鄉 與福利機構做結合 展開一連串的關懷服務 為高齡長者盡一份心力 也帶入外縣市資源 與地方產業及文化特色 做充分的交流 讀位議員都相當的肯定 我們信義房屋 團隊來我們福利社會 在這裡跟我們服務 可以讓大家共同在這裡做會 讓上來探討 一些人家鄉的事情 就是種種點滴的事情 可以說真的滿意 相信大家做的料都非常快樂 在這裡做水餃和自助室的餐點 大家相信都吃得非常開心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信義房屋 可以當時 師匠都來關心到我們中寮鄉 這個福利社會 這是中寮鄉的老人會 因為我們南投線 就是我們中寮鄉 可以說空氣最好 人在這裡可以說 大家都真的在等會球 以南投線的統治就是 中寮鄉的老人 比較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以後多多的關懷 多多的照顧 師匠來這裡關心到這裡老人 讓我們的福利 可以提供 大家都跟他們關心 此次的民間企業 結合了社府團體 不僅落實關懷服務 也行銷了社區產業與特色 一緣料只有表示支持與肯定 也期盼能夠有更多人一起來支持 這樣子有意義的事 我相信社會是 我們在台灣的社會是一個很溫暖 也很有認證美的社會 像我們這次 心理房屋 蓄約 行有儀利 我們來下鄉 來對著 我們中寮鄉 農業人 福利協會 來做這個交流 這個交流中間 最大的意義就是 把我們中寮 因為中寮是一個農 農產的肯定 所以有很多農產品 也都要仰賴 很多我們的企業 幫我們做提供 在這個中寮 可以說 把農產品 帶回台北 做推銷 做意味 我想這是一個 真實質 對我們中寮鄉 很大的幫助的地方 就說 這個 企業跟社福團體 一個結合 能夠 帶動我們中寮鄉的 一個產業 我想 這是 每次我們支持 比較堅定 農業林福利協會 長期在地方 從事高齡長者 照顧服務的工作 在理事長 及總幹事的帶領之下 將服務做得有聲有色 但隨著社會的變遷 志工人數 越來越少 容易造成服務斷層 對這個 招募志工這個區塊 我們是站著一個 使用者付費 這個一個概念 不要讓這些老人家 完全是說 我只有享受 沒有付出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會造成一些依賴 所以我們招募 所謂的志工 志工是以社區在地的 有心從事服務的 這群人能夠走出來 做義務性的服務 這樣子也是等於是 中生代服務老人家 將來這些老了以後 有他的執行在做 成延續的這個工作 這樣子也可以減少 所謂的一些人力上的開支 跟基本上的負擔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造工這個 志工的這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做這方面的業務 這樣子 將來推廣做這種社會福利的話 就可能普及的面 可以比較廣一點 因為只要有人手 就有辦法服務更多的人 基本上年輕人要走入 可能就是 機會比較困難 因為年輕人他要養家活口 那可能就是他心有一力不足 我們認為是在中生代 也是中高年齡 也是像50歲上下左右的 他可能有一些基礎 他有那個時間 可以播出他有空的時間 多多參與這種 所謂的社會福利的工作 我們這裡有一個口號 就是一群四五十歲的人 代理一群五六十歲的人 照顧一群七八十歲的人 這也是一個延續 那五六十歲的人 將來精神到七八十歲以後 那再接下來要能夠延續 這樣子才能夠把這個服務 永續下去不會間斷 現在社福經濟結局 許多團體必須仰賴著 社會大眾的愛心 而志工的招募 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議員廖宜賢也呼籲社會大眾 有錢的出錢 有力的出力 一起投入做愛心 在我們農業人福利社會 一種多當依賴 所創辦可以說非常成功 但是這個經費 有時候經濟比較少來 這是種種的衝突 當然要做得很順勢 一直收進來 比較不可能 但是他們也盡力 一直去 無接一定去求 就是說 到這次以來 這樣可以說 經費 主務 辦公吃什麼 可能都沒有問題 就是說 那個主工 也缺 非常多 就是說 希望說 在我們中療傷 尤其是說 外線數都沒關係 只要說 你如果那個空檔的時候 就來這裡 把他們關心 來這裡 多少把他們倒做 做一些 這些 這些醫護的工作 這樣 讓我們這個福利稅 可以維持 更長 這樣 繼續維持下去 來為到我們這些 土地老人 跟我們這些 所有的老人 服務 讓大家 如果有營 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裡 為大家服務 為大家 打招 大家共同 來努力 為我們老人的福利 來做到 最好的 中療傷 高齡人口比例高 平均五位民眾裡頭 就有一位 高齡獎者 協會希望 透過關懷據點的服務 加上這群 愛心志工 無私的奉獻 能為社會增添溫暖 協會也邀請民眾 加入愛心志工的行列 將愛傳播到各個角落 讓老人家的生活更加的精彩 民意欣募真偉祥 黃必要專題採訪報導